日前港媒披露,中共军委前副主席郭伯雄一案,已经秘密审截,军方高层消息称,郭2014年1月至7月曾三次策划外逃但都失败。 此前有港媒评论说,习近平经过诊密杜局拿下郭伯雄。 据香港最新一期动向杂志披露,郭伯雄一案已经非公开审讯审截,而去涉嫌严重违反军法的犯罪行为,被列为决议或机密,严防扩散。 报道还引述军方高层的消息称,郭伯雄自2014年1月中,至7月中曾经三次策划外逃,均搞失败。 而其中最为戏剧性的一次,当属2014年7月从华东地区的外逃策划。 据称,2014年7月6日,郭伯雄已到南京、上海和杭州与老战友聚会为理由,向中央军委办通知拘位出一周。 此时郭伯雄虽然仍然享受复国籍待遇,但事实上已经受到相关部门监控。 按其预报的时间日程,郭伯雄应该回到北京,但监控部门一时失去了郭的行踪。 2014年7月13日清晨午时,中办、国办及军委办同时下令华东地区涉外航空站实施管制,同时广东、广西、福建及海南等港口,出入进口案一提升戒备,直到13日下午4时才宣布撤销。 其中类情,举止与郭伯雄化妆出逃有关。 有消息称,郭伯雄于2014年7月12日上午到达上海,当时已被有关方面,追踪到郭一家名护照,持有三张自上海,飞往欧洲的头等舱机票,而机票持有人姓名显示军事女性,两名40岁,一名68岁,一位郭伯雄本人假扮。 2014年7月13日下午24时分,郭伯雄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军区招待所和女伴合救时,被有关方面截获,而机员准备当天晚上,7时即乘坐航班出走。 此前曾有海外媒体报道,2014年7月14日中午直傍晚,南京军区实行空中管制,超过100碳往返上海,和北京的航班大量被取消火焰雾。 有民众在微博和推特爆料称,有中共军队高级将领,男扮女装出逃被拦截,后更传出这名企图出逃的军官是大人物,级别与徐才厚相当,暗指是郭伯雄。 甚至有网友贴出了制作的郭伯雄男扮女装的照片。 今年4月5日中共官媒通报,中共军事检察院对郭伯雄贪腐罢侦查终结,移送审查起诉。 查明郭伯雄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。 2015年7月30日,郭伯雄被开除党籍,并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处理。 之前同年4月9日,郭伯雄被调查。 此前2014年6月30日,官方正式公布中共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后,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,同年3月徐被调查。 郭伯雄案从移送军事检察院到侦查结案历经8个月。 期间,习近当局的军队改革持续推进,均改大框架基本确定。 有港媒评论表示,郭伯雄的党与遍及不同军种和军区,要打破这样的利益链,而又不致引起军队太大震荡,习必须有缜密和周详的布局。 郭伯雄案花较长的时间才结案,或许有这方面的考虑。 去年也有港媒援引一名,北京的退休大校消息称,和徐才后案相比,中央军委在处理郭伯雄案时更加小心。 该免打小说,这是因为郭伯雄的影响力,更胜徐才后,徐才后主管政治教育和军队人士, 但郭伯雄在1999年成为中央军委副主席时,已经控制军队作战和训练任务超过10年。 江泽民势力长期掌控中共军队,特别是郭伯雄和徐才后任军委副主席期间, 架空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,在军中无法无天,腐败,卖官卖官特别苍绝。 外界认为,习当局通过军改,将进一步清洗江派军中势力。